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轮兵看 我是轮兵 好了 一个礼拜的开始 那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还是延续的上个礼拜五 大涨超过500点的这样一个多头的一个气势 今天怎么样 开高之后一路向上走高 盘中一度大涨超过200点 来到14217收复了14200点的关卡 中场稍稍受链涨势 不过终究还是大涨超过150点 收在14174成交量2740亿 那我想随着成交量持续的一个放大 当然也代表人气持续的一个回笼 那以目前来看 当然整个格局上面 还是延续我们从10月底 就一直告诉各位 11月的行情牵食地利人和 到目前我想盘面所有主客观的一个条件 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大盘的部分 无需多言 反正只要没有出现败向之前 整个行情持续还在牵食地利人和的架构之下 当然还是有利于持续的往上做一个 延续这一波的一个终极反弹 尤其我们也看到了 就整个国际股市也相当的一个配合 你看上个礼拜四 当美国的CPI公布之后 道琼大涨超过1200点 非半指数更是大涨超过18 相当于我们一根涨停板 你照说累积这么大的一个涨幅 礼拜五应该要出现一个 所谓的获利回吐的一个卖牙 可是我们看到礼拜五美股的部分怎么样 持续在收吼 所以代表现在整个盘面的氛围 持续对多方有利 尤其到12月连准会再一次开会之前 我相信在这样的空窗期之下 就整个格局上面 行情还是有利于在震荡中怎么样 往上来做一个推进 所以我讲这个部分 大环境大盘的部分 我们就不再多花时间去讲了 最重要的还是说 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情架构 你又该如何来应对 我一直告诉各位 今年以来你做对做错会差很多 不管是过去十个月的下跌的过程里面 你做对做错会差很多以外 纵使现在进行一波所谓的终极反弹 一样我告诉你 做对做错还是差很多了 你说前面下跌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如果当时在高档 你没有出身 你去加码电子股 当然这一波下来你很惨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按照我们哪一个规划的方式 你的资金基本上都集中在生计股 我想纵使前面跌了十个月 你依旧是最大的赢价 可是你认为前面我十个月 我能够理解 那现在都已经在终极反弹的过程里面 尤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哎 整个肺股在轮动的过程里面都是持续地往上 那难道做对做错也会差很多吗 我必须告诉各位 那是必然的 那是必然的 你不要看说现在处在一个 随着终极反弹的架构之下 尤其我认为上档还有持续在往上挺进的一个空间 但是纵使如此 我说过如果说你在策略上面 你在买点跟卖点的掌握上面 你没有能够达到一定的一个精准度的话 纵使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 纵使现在我认为往上都还有空间 但是你依旧怎么样 你依旧不会有最大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说过了 对的行情 一波对的行情 你也要怎么样 你也要搭配对的方法 行情对了你方法错了 轻责 对不对 人家大赚你只有小赚 重责人家在赚钱你还在赔钱 那就情何以堪 所以不要以为现在处在一个 终极反弹的架构之下 那记住 做对做错依旧会差很多 那到底该如何做对 我想这样说 我想这段时间 我们看它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跌深反弹 它是一个终极的一个反弹 所以跌深的股票 当然一马当先先出去 所以你看近期 一些跌深的电子股 都纷纷地往上攻高 我想这是可以理解 但是我也跟各位讲过 现在多数人 都会告诉你电子股跌最深 所以它反弹上来 对不对 大家怎么样 都去抢电子 当然你说电子股有没有机会 我当然认为有 跌深的股票反弹 这是一定要的 对不对 可是当全市场都在往电子股里面砖 那我说过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跟着多数人去抢 我不是说你永远赚不到钱 你一定赚不到钱 我倒没有这样说 只不过在一个相对的一个比例下面 我说过当大家全部往这边钻 尤其一些真正的强势股 其实你也没有太多的低点可以买进 现在大家都抢在高点 那如果你跟着市场 多数人去抢在高点 我说过了 现在它并不是肋股欺扬百花其放 涨到的股票它也会稍微回一下 而且它会用轮动的方式 所以如果说当大家都往这边跑 你也跟着大家往那边跑 短线上面它如果碰到要拉回 你怎么样 你就很容易受伤 因为你必须承受的风险相对比较高 而你能够获得的利润相对比较低 那我认为 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跟人家凑认 不是说 我不是想电子股不好 而你说对于那些大家都在抢的股票 你不要这个时候去抢 你等到它拉回有适当的时机 我们再来买 那个时候价位也低 风险也低 自然你获利的空间就会加大 何乐不为呢 所以当大家都在抢电子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我的方向非常的清楚 我们干嘛 我们先做生计 大家都不要生 大家都在抢电子的时候 生计股 变成是一个资金相对排挤 资金悄悄摆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反而乏人问金 发人问金的股票就在低倒 你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你还买的轻松买的安心 随你买你怎么高兴买都可以 最重要的 你买在低倒你是不是风险低 你能够买的多 未来一波上来 一旦它能够创新高 你是不是就能够赚最多 你是最大的赢价 就好比说来 今天这辆股票 不用多讲 这叫什么 这叫创新高嘛 对不对 不仅创新高 创新高有分很多种 对不对 有创短线的新高 有创近一个月的新高 最重要 有创波段的新高 还有什么 还有是创历史新高 那它是创什么新高 来我们来看 这是月线 有没有 这叫什么 这叫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 今天最高来到373块 从它挂牌以来到今天 它是最高的 什么叫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 你从挂牌那一天 不到现在 不论你哪一天 哪一个点位买的 你到今天 你全数都是赚钱 哪怕今年 从年初到现在 已经跌了6000多点 当然现在有反弹1000多点上来了 那终究还是跌了4000多点 但是如果说 你买到像这样的股票 不管大牌也没有跌几千点 你到今天全数都是大赚 这叫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这档股票叫什么 这档股票不就是6472的宝瑞吗 那你再告诉我 宝瑞这档股票你不熟吗 还你说宝瑞这档股票 我过去在节目里面 我从来没有讲过 还记不记得 这档股票在今年 我在第一次了 我什么时候带着各位买进的 我第一次买进的时候才200出头 还记不记得 我带会员买进 这个话不能随便乱讲的 会员每一个都在听 每一个都在看 我讲这些要负责任的 当时我们在200块出头买进的股票 后来先前上一波涨到哪里 是不是涨到了357块半 我想有看节目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对不对 那后来我们在高档出掉之后 后来一路拉回一路拉回 对不对 甚至于拉回到我们先前买进了一个起涨区 好 重点 前面那一段我就不说了 来 这一波当从高点一路往下拉回 甚至于拉回到我们先前买进的位置 甚至于来到 有没有 接近的还不到我们先前买进的位置 因为这一波最低的 来到250块钱 那不管是我们先前买进的200出头也好 或者来到250块钱也好 当它在拉回的时候 当大家在抢进电子股的时候 我会没有告诉你 第一个大方向生计 我认为 它依旧是今年盘面的主流之一 没有任何的改变 为什么 因为熊市结构不变 熊市结构不变的一个情况之下 市场资金必然还是会以生计股 以抗通膨 抗景气衰退 又能够抗外资卖压的 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生计股 为一个资金的避风港 所以大方向对它有利 再者 尤其现在马上要进入所谓的 季报的一个公布高峰 你只要季报漂亮的 你本身已经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 生计股 避险的资金会往这边走 那如果说你又在这生计股里面 你又能够搅出漂亮的成绩 但你的季报又是非常傲人 非常 真的怎么样 让人家叹为观止的话 是不是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进驻 它未来的爆发力是不是就更大 所以当股价一路的往下压回 当看不懂的人 全部都是追电子股的时候 我说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 这比起当时台积电在600块 很多人告诉你 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结果 还被平面媒体哭诉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砸死人 相较之下 这有没有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自己说 我们看图说故事就好了 不要说你买在250 300块以下 当时压回来 在300块以下 我说不用 你纵使没有买在250了 300块 300块以下 任何一个点位让你买 今天来到373块半 你哪一个没有赚钱 你告诉我 为什么要买宝瑞 来 这个答案 所有有看节目的 我们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买宝瑞 我们刚刚讲了 季报数字傲人 对不对 财报数字非常的漂亮 什么叫财报数字 我们先来看 去年赚11块的公司 很多人都认为 生技股都没效 那就是卫忙 这只是画梦 没有赚钱 很多人都说生技股 只是怎么样 只是炒作 没有实质的获利 都只是一场梦 我请问各位 赚了一个股本 是不是一场梦 这不敢价 谁说生技股没有赚钱 赚11块超过一个股本 这算不算赚钱 去年赚11块 今年到第二季 也就到上半年为止 已经赚了6.13 6.13 光上半年就6.13 今年是不是再怎么样 一定会比去年好 这最基本的嘛 你上半年就已经赚了6块了 然后今年赚不到11块 怎么可能 而且今年最大的重头戏 在下半年 因为他在上半年 合并的安城 合并的伊甸 合并的一大堆的公司 都在下半年怎么样 效应会显现 所以你也看到了 9月开始 整个营收莫大要税 从原本的4亿都跳到18亿 到了10月更不得了了 直接创下历史新高 除了年月双征 还创下历史新高 将近20亿的一个营收 那也就是代表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现在要公布季报 它季报还没有公布 但是我们用一个 合理的推估就好 上半年转6.13 如果说你从单季的角度来看 第一季转2.61 第二季转3.18 对不对 那你说那第三季 来 第三季 就是7月8月9月 好 第三季到底它能够 缴出什么样的成绩单 我们现在先看好了 已经公布 已经知道的是8月 8月一个单月 8月一个单月 赚了1.42 1.42 来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刚刚讲 第二季赚多少 第二季 4.56 加起来赚多少 赚3.18 它光一个单月8月 它光一个8月 已经赚了1.42 已经怎么样 将近是第二季的一半了 那除了8月还有7月还有9月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你光是看到这里 你就可以了解 至少第三季还会比第二季要来得更好 这是基本的嘛 对不对 好 那到底好要好到什么程度 好10%也是好 好一倍也是好 那到底会好到什么程度 来 各位看到了 我们说过了 8月一个单月 那天的那个月的营收4.69亿 赚了1.42 7月跟它水准差不多 比它低一点点 我们算少一点算1块钱好了 这样加起来就2块多了 对不对 加起来2块多了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谁 还有一个9月 还有一个9月 9月的营收18亿 18月的几倍你自己算一下 4倍 你纵使毛利不同 你纵使毛利不同 我让你掐头去为再打折 你7 8月加起来 就已经超过2块钱 2块半左右了 如果你再加季 它的一个18亿 是7月加8月的两倍 那如果7月加8月 我们说至少2块半起跳 它又是它的两倍 你看加起来 你自己说吧 3月 这个第三季 它的获利应该要多少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今年 获利这么的一个大要紧 而股价居然 从当时350几块 一路往下压压 压回到250块钱 有这种获利的数字 而且本身又是主流股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理由是什么 你去问问看会员 我们有没有趁拉回 就是严路买进怎么样 就是严路买进宝锐 那我就说过了 不管你买在哪个位置 不要说你买在最矩点250块 300块以下 秦才给你 你随便买一个位置 到今天 373块 我们也不要说大赚 你哪一个没有赚到 相较于你去追电子股 不当然我们都说电子股 你赚不到钱 相较于你去追电子股 你要冒很大的风险 或许你只能赚到 那么一点点的获利 跟这个比较起来 你要赚哪一个 你要赚哪一个 我想 这个是一个眼睁睁的事实 这也不是我事后在放马后炮 我过去有没有一再地告诉各位 宝锐宝锐宝锐 那除了宝锐以外 其实今天还有很多股票 其实它的爆发力 正在酝酿当中 所以你来不及宝锐的 对于同一个 因为我说过生计股 类股跟类股之间在轮动 你看前一段时间涨电子 今天就涨非电子 在轮动 同样的 生计股也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宝锐上去了 其他跟它有相同条件的 是不是就有比价空间 它还会上去 那到底哪一档股票 哪一些股票 会在宝锐今天创高的情况下 后续有比价联动的空间 我们稍后回来马上 欢迎回到先生 我想到目前为止 整个行情还是处在天时地利人和 我说11月这样的一个终极反弹里面 但是即便现在终极反弹 还是延续天时地利人和有利的一个条件 但是我说过你做对做错会差很多 刚刚我举了宝锐 对不对 宝锐你低档买进的 你哪一个没有大赚 你这段时间跟着大家去抢电子股 我不要说你一定赚不到钱 可是你去抢电子股 第一 你的风险高 大家都往那边走 而且累积了一段涨幅了 你再去追 你就追在高点 就使它再涨 你只能赚那一点点的利润 对不对 而且你必须承担很高的风险 你认为这划得来吗 相较于像宝锐这样子拉回 我当时我告诉你 像这样的一个获利 这样的股价太委屈 有没有 所以掉下来你闭着眼睛买 你看到今天你哪一个没有赚钱 好那我们刚刚进广告之前也讲到了 宝锐竟然带上去了 当然我不是叫你先来去追宝锐 如果你牵钱宝锐没有跟上的 那么你要去留意 那到底接下来 在宝锐的创高之后 谁会接得下来有机会轮动 好那我想这段时间 你可以去问问看会员 除了宝锐以外 我们还买了什么股票 有没有这一档 我说会员都在看 会员都在听 很多话 不是我这边随便讲一讲就可以 讲话要负责任 你去问问看会员 我们这段时间有没有买美食 一样 美食今天盘中创高 174.5 这段时间美食最低一度来到140几块 去问问看会员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最近买的是不是就是美食 美食今天创高 有哪一个没有赚钱你去问会员 我想这个由会员来回答你是最 最客观最公正 当然你看图说故事你也可以知道答案 对不对 美食 我喜欢买美食 一样 获利数字这么漂亮 为什么我不买它 去年 才赚5块半 今年上半年赚 2.97 问题是你看到了第三季 到了第三季 突然跳增到了11块钱 10.96 我有没有讲过 你光看 9月的营收 你光看 第三季的营收 比第二季增加多少 而且还不只是营收增加 我是不是告诉你 光是营收就比第二季成长了将近百分之九十八十五 那第二季单季都能够赚多少 第二季都能够赚 1.25了 它光是比它第三季营收比它成长将近一倍 光是这个部分就不得了 更何况我说过还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你要看营收增加以外 最重要是营收从哪里来 尤其你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营收暴冲 因为它的血癌新药 往南美往北美那边销售 入账了嘛 那重点来咯 既然是新药 毛利是不是比较高 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不用我再多讲了吧 新药当然就是毛利高嘛 那如果营收是来自于新药 而且营收还大爆充毛利会出来 毛利会冲高 那你可想而知第三季的业绩一定大爆充 大爆炸嘛 所以果不其然第三季 单季就赚了多少 真的7.92了 光是上半年前三季就已经赚了将近11块 所以为什么要买美食 你看答案有印证 好那现在还有重点 既然前三季赚了11块钱 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两股票 有没有非常类似 上半年赚 对不对 第三季还没出来 可是第三季一定比第二季要来得更好 那如果两家的获利差不多 两家公司的获利差不多 而宝瑞今天最高来到373块 将近400块了 而美食今天多少 美食今天收盘才171块 有没有比价的空间 你自己去算 那你自己去看 好那除了美食以外 上个礼拜我也预告了一档股票 因为我说过 现在不管生机也好 不管电子也好 只要有适当的买点 我就会带你买 上个礼拜我们预告了这档股票 XXXX 有没有 如果对于接下来 你接下来不晓得如何该买进 该掌握最好的买点 这档股票 我明天就会出手 如果还没有跟上的 想跟我们同步的 今天这档股票 我直接开放 让大家直接来参与 开放20个名额 只要登记完成 我明天出手 会带着各位跟我们的会员 同步做买进的动作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显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